聊朋友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篇第73期 不要告诉爱萨克任何消息 他啥都不信 我们可以用 I doubt in Thomas 一个怀疑的 Thomas 另外我们有一个相关的 Peeping Tom 偷窥狂 Peeping就是偷窥 所以很多戏里面 从钥匙孔里面偷窥 Peeping Tom 这是A doubt in Thomas 还有像是A dutch uncle 一个荷兰的叔叔 就很喜欢训人 我们可以学 Let the grass grow under one's feet 什么意思 这是很怀疑的Thomas 什么意思 Let the grass grow under one's feet 这叫那个草 就是那个草皮 那个草 通常不高 通常可能不会超过三四十公分 这是灌木 这是草本 草本之物 不要在草上 在你脚下伸掌 什么意思 Be a loud mouth Big mouth 我们知道 大嘴巴 那loud mouth 是不是也是大嘴巴呢 Lad by guns Beat by guns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让过去成过去 Luck or the drop 就搞不懂了 Luck 它是运气 Drop Drop是什么东西 拔枪 西部牛仔拔枪 叫Drop 那名字也可以平手 那是什么 西部拔枪的运气 看谁运气好吗 还是那种平手的运气 它也可以是画画 画画的运气 也可以是拉东西 拉东西的运气 Drop很麻烦 意思很多 也可以是草图 草图的运气 草图就是那个 还没有完成的那个图 那个那是Draft 那也可以是画 画画 Drop 草图是Draft 那我们看看呢 不要告诉艾萨克 任何消息 啥都不信 我们可以用 Adel Tim Thomas 你用好几次 升职的机会 但你都因为 不积极主动 措施良机 A little grass grow Enderland's feet 我们可以把它用上去 每次当杰西喝醉以后 它就会变成大嘴巴 原来也是大嘴巴 所以除了是Big Mouth 但Big Mouth 有的时候是指那个 指就说 老师喜欢讲 别人的隐私 机密 这种 会破坏人家的 一些东西 但Loud Mouth 不一听 就是讲话大声 大声功 所以Big Mouth 跟Loud Mouth 不一样 所以Loud Mouth 还比较可取 这种声音大嘛 你顶多就叫警察来 抓走就好了 那Big Mouth 又是乱讲话 会害人 这是个大嘴巴的 很讨厌 就有的人就喜欢 表示消息灵通 这种人很糟糕 可是 他说 没有啊 我就是讲出来而已 我只跟几个人讲 可是人 可是这种人就很愚蠢 没有智慧 你跟东讲 你跟A讲 A就跟B讲 所以像很多人喜欢 网路上乱传 我听到一个 我贴图过来 可是他没有想到 可能是假的 那假到 假的 可是你传过去 人家因为你是他亲戚 你是他朋友 他会相信啊 可是到时候问 你说 你为什么传在讲 我不知道啊 也是我好朋友 男朋友传给我的啊 所以这个很糟糕 所以我们应该是 查证 但是我没那么多利息 那就不要传了 你嫌麻烦 就不要传了 他说不行 真假难辨 我就喜欢传 那就无解了 那就没救了 那下次人家传说 啊我听说你是妓女 啊你是胡说八道 我不知道啊 我也是听个路人甲说的啊 他说的啊 我可以截图给你啊 他说你是妓女啊 那你不气得要死 这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一般中 你除非很确定 你在你的知识办法里面 他就是确实这样子 或者说哎 你查证一下啊 上网查证一下 或者跟当事人查证一下 要说确有其事 他说这现在不是 啊不管了 我每天lie 或者在T-TAC什么 看了 我马上传 真真假假 不知道 所以这个现代人 就很多东西 就很糟糕 你们的恋情结束 过去就让他过去 我们可以叫 Let it by guns Be by guns 我不相信乔的小孩 是个婆子 真是难以相信 这是命运的安排 哇都 没办法 每个机运不同 我们有luck的draw 我们看看意思 Adulting terms It's a person who almost always doubtful and refuses to believe anything without strong proof or evidence Skeptic 就一个人呢 他几乎呢 对任何事情都是怀疑的 然后拒绝去相信任何事情呢 除非有非常强的证据 Proof也是一种 证据 Evidence 这是一种证明 Skeptic 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这做人也很累 他这样讲也没错 我一定要 有证据我才相信 没有错 这完全正确很好 但是意思是怎么样 就不要过头 就差不多 你说每个事你都不查证 那就是没智慧啊 那很糟糕 那完蛋了 听下大论 可以说每个事 我都要查到 他妈鼠中八代 非常 验明正身 那也太累了 就说 资料用重要 除非是 这个人跟那个 你有非常严重的关系 像那个法官 这叫审案子 那 很严重 对双方的利益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你必须要百分之百 那在我们生活上 一般就是你查证个七八分 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那你也差不多 信个七八分 你就可以说 这是大概八九不离十 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 我目前查证结果 差不多 这就说 你只有一两分像 你就相信 这太糟糕了 那你说 一定要百分之百相信 也夸张了 那你如果说 信个七八分 就差不多了 这就说 浪费时间了 就是没有去 非有失败 我们当然不要讲失败 就是没有去 利用什么机会呢 利用这机会呢 没有掌握机会 或者一直等待 去行动 直到太累了 就是 毁之晚宜 食不我语 动作太慢 就是干嘛 这草在你脚下面 长 那是不动 不动如山 那草长多慢 那这个人就脚不动 这个什么都不做 不动 就处在那边 什么东西都不争取 那就不行了 而且它是这个比方的讲法 Jewish time the fellow to take advantage of an opportunity or wait to act until it is too late be a loud mouth a person who talks too loudly often boastfully offensively and continually one who talks indiscreetly and gossip 这一个人呢 讲话非常大声 通常呢 是这个 很自负的 自以为是的 boostfully 自以为是的 有人就讲话就这样子 全世界他最厉害 当然 有人他厉害 你不用讲 别人听得出来 那有些人 你觉得自己全世界最厉害 你还听就 差多了 就是 厉不厉害 有时候要看人家怎么认为 offensively 就是带有侵略性的 不友善的 或者持续性的 这个或者一个人讲话呢 就是很不谨慎的 discreetly 就是很谨慎的 加一个in 就是否定的 不谨慎的 或者加一个 弦话 它意思很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英文 要用得广 你不要说这个字 或这个意思 或这个词 只能用一个意思 那英文不容易 很好 只是一般 普通而已 好 这里看 我们常常看 它这有一个分号 就它代表 也可以做别的解释 但有的时候是 差距不大 有些差距很大 A person who talks too loudly often boastfully offensively and continually one who talks indiscreetly aggressive 所以这边很多 负责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英文好不好 不是看那个名词 因为名词最简单 这个字 桌子椅子 汽车 太空梭什么 宇宙 九大情星 背了就有 真正看英文好的 是看动词 动词动作 一般动词很弱 我名词认识很多 动词 笑 就好多个字笑 火光 有的是 熊熊大火 有的是 一闪一灭 这很多 还有就是 形容词跟副词 你不要说 这不重要 它有这个 画龙点睛的效果 你看 在这边 几个副词 Lowly Bosefully Offensively Continually Indiscreetly 四个动词 四个副词 当然有些副词 它不一定加LY 不一定 一般字比较长的 它就加LY 那其他很多 很多就是 不是LY 反正字很简单的 就是说它跟那个 什么介细词 那些共用 像OFF OFF 一般是讲离开 脱离 它也是副词 也可以当副词 像DOWN DOW 它也是形容词 它也可以是名词 它也可以是 主要是介细词 但它也可以是副词 所以副词学会很棒 所以真正能够展现你 英文程度是动词 形容词副词 名词最简单 Led by guns Be by guns 它再加YES 因为它本来 GUN就E 所以再加YES To forget about unpleasant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past To start hurting the grudge crawling or seeking revenge of the past actions 就忘记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就在过去发生过的 或者是你看 分号就是 另外也可以做一个解释 Ording the grudge 不记恨 grudge 就是也可以当另习小气的 也可以当那个记恨 所以是一之多义 这是 crawling or seeking revenge 就是 就是 不去 不去计较 这个 仇恨 或者是一些 吵架不愉快 去报仇 这都不要 就过去了 Lucked a draw 什么意思呢 referred to something banned the result of chance When something is to lock it a draw you have no control of it and you must simply accept it 就是 referred to 就是有关于 有些事情呢 它是已经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chance 一种几率的结果 一种几率 概率的结果 就是 反正就发生了 你说两个出去 两个是起摩车出去 一个撞伤了 一个没事 那是几率吗 该撞伤就命中注定吗 那怎么办 这样 就是 有一个邻居 结婚 一个礼拜 两个还帅哥 美女 还蛮年轻的 一个礼拜会家里挂上红色的 我说哇 怎么会这样子 一问 两个 小两口刚结婚一个礼拜 可能还没去度蜜月 还来不及度蜜月 结果两个在马路上走 新婚老婆走在 内侧 靠马路那边 男生走在外侧 砰一下 一个车车轰撞下 把太太撞死 这男的后悔死了 说他应该走在 内侧 可是没办法 那你说马路上也没有说每一个男的都走那一车 这个不一定啊 就是命中注定 所以当某些事情是这个命中注定 你没办法去控制他 你只能接受他 这话什么意思 抽签 抽 抽签 抽签就抽签了 抽签就运气 你一抽 抽到了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有两张签王 当那个教官 上下班制的 不用下部队 我们那时候 少尉 一般当排长 还要管人 还麻烦 当教官 轻松的不得了 就一抽中那签王 大家 在旁边 哇 运气真好 就抽签 抽签的运气 抽完签事情 事情已经定了 来不了了 以前定局 那我们可以照个例子 句子 不要告诉爱沙克人的消息 他啥都不信 Don't tell any news to Isaac 有人念Isak 有人念Isaic Isaic比较多 He is a doubting Thomas 他是一个怀疑的Thomas 就是他啥都不信 他很不容易相信 你告诉他没用 你告诉他他可能 哎 举证 当然这种一般来讲是好事 这种人其实 我很欣赏 是好事 就是问你求证 不然你讲了什么东西 但是就说我们掌握一个人的 就是不要过头了 不要过头了 你不要说搞到说 哎 我告诉你 我刚刚 我刚刚这个 去那个 楼下Seven 买了两 两罐饮料 来给你一罐 给我两 我们一人一罐 证明 你几点几分了 你真的是 是你们啊 还是拖人家买 你到底是 在别家 还是 还是搓铁买的 这很无聊 就是说万事 就是不要过头就好 你有好几次 生死的机会 但你都因为不够积极主动 而错失两期 You have several chances of promotion But you just lay the grass grow under one's feet 你有好几次机会 promotion是生死 但是 这个叫 连接词 就是可以有两个 独立的 完整的句子 所以叫连接 当然它也不一定是 接两个完整句子 也可以接两个名词 形容词 对等 我们叫做对等 对等这个 连接词 就是文法 文法这个讨厌的地方 就是它名词太多 文法应该是要简要的 可是文法一上课 有没有简单化不知道 先给你搞一大堆名词 你一头就昏了 不定词 定罐词 不定罐词 对等什么东西 这个指示 指示 代名词 形容什么东西 昏倒 所以这个没办法 所以这个 所以台湾 中国 教英文是吓人的 不是真的把你教会 是来吓你 吓到你不会为止 当然有些 就是天智聪明 或者他就是 家里环境比较好 可以找家教的 那他可以克服 有些家里资源不够的 下课还要去帮父母做生意 他一上课就昏了 昏倒 准备到上牛班 放牛班 就完蛋了 可是你说外国 很多家里也穷 每个小孩长大都讲的 哇哇叫 你有没有听到说 这个老外 他家里穷 所以他长大以后不会讲英文 没有啊 这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英文学那么多年 很多人就不会讲啊 那人家就是小孩子 当然他是母语啦 他天天讲 那当然也是 可是我们的语言教育 就是吓你 吓唬你 我就是有教 你会不会我不管 我的教材实不实用 我不管 反正我当老师有钱拿就好 我是教育部编 我也请到专家学者 所以这个不负责任 没办法 这个讲的也没用 人就是这样 所以人就是笨起来 或者没有效率 或者 但他不只要 我博士啊 我博士编的啊 那就没办法 每次当杰西喝酒后 他就会编成大嘴巴 Every time when Jesse gets drunk he becomes a loud mouth 大嘴巴 你们的恋情已经结束了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Your romance 也可以念 romance 我们念 romance has gone and led by guns beed by guns 就让过去 这个很好用 这种用法用出来 老外听得很高兴 我不相信 巧得巧得是个脖子 这是命的安排 I can't believe Joe's child is a cripple It's like a drug 这个cripple 也不一定是脖子啦 拜咖 瘸腿 就是残废 所以他的意思 用很广啊 本来一开始就是瘸腿 但后来意思 只要残废啊 都可以啊 我们把这个例子念一下 Don't tell in the news to Asic is a doubting Thomas 或者说 这个很怎么样 他是一个peeping Tom 他是一个头盔黄 他是一个Dutch uncle 他是一个喜欢教训人的人 You have several chances of promotion but you just let the grass grow and once feed Every time when Jesse gets drunk it becomes a loud mouth Your romance has gone and led by guns beed by guns I can't believe Joe's child is a cripple It's a look at the draw 这集讲说 I can't believe 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